也只有韩国敢这样拍了 总统和财阀合伙 随便找了一个平民区 把这里给封起来 然后告诉全国这里有瘟疫 他们再把这里的老百姓给抓走 送到一个秘密研究所 进行人体研究 廖汉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直接找来了电视台的 让他们带着设备和发电机 来到了所谓的瘟疫区 由于电视台里都是政府的人 他再让手下夺下了电视台的控制权 他们来到了一个房地 看着下边发生的一切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简直是打着瘟疫的谎子 在里面到处的绑架平民 廖汉直接开启了电视直播 民众们看到真实的瘟疫区 全都惊呆了 总统看着直播 他快气炸了 然后拍出了自己的秘密手下 原来之前被廖汉判决的那人 是总统的手下 这家伙带着人 准备阻挠廖汉继续拍摄 但廖汉他们在一个房顶上 而且入口全都被封锁了 他们根本就上不去 廖汉被石块给砸中了 一个老头健壮 要阻止这个家伙 没想到老头直接被他给打倒 这家伙当着所有人的面 几棍把这个老头给打死了 他现在有了总统的庇护 更加的嚣张 此时总统气得到处打电话 让他们阻止直播 由于电视台被廖汉的人控制着 总统下令让全国的电力 全都给关闭了 虽然没有电了 但大家的手机还有电 全国的民众依然可以看到直播 瘟疫区的百姓们 看到老头被打死 大家全都开始反抗 打跑了这些施暴者 廖汉他们刚结束了直播 阿文的女友秀贤就找了过来 但他刚下车 身后就来了一个男人 这家伙举起了枪 直接一枪打在秀贤的心脏上 就这样 秀贤死在了阿文的怀里 阿文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 之后他找到耀汉 并说要为秀贤复仇 耀汉说肯定是总统和那些财阀做的 总统的那个手下也已经抓住了 他们决定从这人身上下手 第二天他们就告知了媒体 决定审判那个打死老头的凶手 如果有人阻止他们审判 那么阻止的人 就是这件事的幕后人 总统现在也着急 如果那人咬出了自己 那么他就完蛋了 而且经过那晚的直播 所有民众都在怀疑 到底有没有病毒 总统告诉财团理事长郑善 病毒有病毒有病毒在弱囊 人管一点害 sac訴 病毒有病毒吧 所以 BuzzF alternating民众 com 病毒大 Democrats 蒲 Image 她发演 digzak 最近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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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